前情提要 小阿里不是靓力挑战全赖战士杰克 被杰克用各种大幅度攻击 不断略带 脸部和全身快被打成残废 原地升天了 但是牛头里还不服输 嘲讽杰克 杰克一拳又打断了小阿里的舌头 无力魁圈的小阿里 内心还不服输 过几天后 又约烧江出来见面 而是老头 又早上门来了 那一夜被大肝一常的射穿 终于忍不住要打断这个负心汉的偷吃了 一手抚摸着小妮妮的肩膀就说 对不起小姐姐 我能借她说句话吗 而烧江一脸吃惊 他完全不知道四川和小阿里发生过那种事 而四川一脸吃汗又倒的说道 来啊小哥哥 而小阿里一脸不情愿可无赖 最后露出了十分温柔的表情 说道 我太粗心了 对不起烧江 我忘记了可四川先生还有很重要的约会 说出这话的同时 小阿里露出了真诚诚恳 一点都不虚伪的表情 本来撇撇嘴有点生气的笨笨猪射穿 听到这话后 隐俊不静起来 而轮为小三的烧江一脸无赖 只能看着这两个打笼通的人 慢慢离开 而看着这两口子 烧江有些糟糟不安 心想着他们都在讲大话 跪圈争乱 有着最门身高差的两人 来到了一个十分热门的野战现场 没腿高的四川说道 这一带 在城区里面也算多树木的了 而且有不少空地 很适合我们俩来玩一玩呢 而说话的同时 四川开始宽衣解带 把自己外套款款脱下 露出诱人身段 而小阿里那一动不动地看着 四川又在唠叨了 不好意思哦 要你配合我说那种款 而小阿里一脸一阔地问道 我无法理解 我们不是早就分出胜负了吗 四川十分困扑地摇了摇头顶 说道 那次其实不算是战斗 我本来也想当作是我输了 不过还是不行 不管是游戏 还是在玩 输了 就是输了 而小阿里听到如此歇报的回答 不禁口中复读的游戏两字 四川又露出了奸诈一笑 说道 输了没赢回来 一点都不像我的个性 而小阿里听到这番话后 严肃地质问说道 那一场 不是决斗吗 四川狂狂地把眼镜摘了下来 呵呵呵 你原来想要的是决斗吗 四川把眼镜扔到了地上 还把草鞋也踢掉了 双脚一脚向前 一脚向后 狂狂如动 小李看到不淡定了 射川摆出了一个十分老练的半身架势 双臂身值微微抬高 全被朝上 一脚在前 一脚在后 老汉推车 然后说道 那就来吧 决斗 伴随着跨音刚落 一阵阵清风 吹捕小阿里的身旁 而随着清风过后 入划起了一股股样人毛骨悚羊的裂风 裂风夸作为大小不一的白色脸带 把刚刚两人 那如同七夕般的轻松氛围 一下子风尘侧边般完全冲散 墙风扑地而过之势 如同在为这两个疾风浸草的斗技者 营造一个死斗的炼狱舞台 风死草弥的强大势力 如同要征服一切 压迫感扩散四周 而叽叽 咕咕 冲冲 咕咕 却都不为这股气势所动 因为他们每时每刻 都处在这股若入强食的残酷死斗当中 而在这优胜略态的环境中 只有唯一的一只天真幼稚的主了 在为眼前的一幕所震惊 他感觉这一切 都好像是眼前这位矮小的男人 宣告决战后 所造成的气势而引起的 他还不断在脑海中 天真反复地质疑着一个问题 居然说那一场不是决斗吗 那一场还不算决斗吗 他不经意地退后了一步 但是 却已经无法逃脱这场绝命争手的搏斗了 这一刻 神之子 要展开一场真真真正的死斗了 拳击对壳气道的第二回合 正式开始 被玩过抛弃的练游人 对战 四处觅食等牛头人 击突 再度开始 小阿里双脚跳起 使出熟练的弹跳步后 摆出了战斗的架势 可犀利的眼光心响 那场充满紧张感的战斗 居然不算决斗吗 都一把联技了 居然还这么不服输 小阿里内心十分不爽和焦躁 因为面前的这个小老头 似乎要否定他为数不多 也得来不易的胜利一样 他慢慢握紧拳头 可流露出尖锐的目光 来了 这船踏步前冲要轰过来了 小阿里马上捕捉到这一刻 又打出那道法位毫无心意的 冲刺不加前手刺拳作为先手 拳头由风刺力刃般迎风而上 手臂由弹簧盘风刺身而出 右脚弹出蹬地 左脚急进冲刺 随即跟进的同时推送重心 拳身由同被拳头牵引般 形成了一个破风刀圈 以现行里面的姿态彻底减少风阻 来获得更大的攻击动力和穿透力 而这发破风刺刺拳 却在刺中的瞬间穿过了射抓了身体 这抓踏步前冲的同时 拳身被速度限速所覆盖 他究竟要干嘛 原来射穿以电关火车的速度 淋漓入身流散腐身弯腰 自斩贴地 如赖蛤蟆模样归说躲开自攻击 同时以缩身腐地姿态 潜入到小阿里毫无防御的脚边 用肩膀和下沉俯冲的力道 碰撞小阿里的小腿位置 把小阿里半倒空中 这招半身半倒式 是射穿最为常用的反线手招式 出招时机就在 对方线手使出大幅度上体攻击的瞬间 来针对打出攻击时下盘的空挡 利用自身身高矮小的优势 闪躲攻击的同时切入死角 是两拔千斤般破坏敌人重心 是一招攻防一体的可气道防伸素 悬浮空中的敌人 会成为完美的司机对象 这招半身半倒计 射穿在之前已经展示过三次 第一次是最大锦标赛中 对战奥林匹克越于摔跤走时首次使出 一次是对战斩击空手道搞冒生 还有颗流龙观校园一战中 而最新任牙刀耳中 对战大关聚精也有用到 这招技能有多实用可想而知 小阿里是全窥空的同时失去重心 在空中走舞主导姿态俯瞰着射穿 完全没想到他会用这种招式反手围攻 而小阿里马上用另外一只手拍地 来自身失衡的身体 这一刻 小阿里惊恐万分如雷穿心 他被眼前的一幕吓愣了 这人射穿居然一手抓住了小阿里的一根 一根手指 刚刚打出前手刺拳的手 被小巨人抓住了 射穿整个舌头握紧了小阿里的食指 也无法把整根全部包裹 黑出果然长啊 而射穿还一脸毫不在意的 仰头条腕子远方 一手插在那里假装一脸悠悠自在 然后说到 小哥哥啊 很痛的哦 哇 波起一身过后 脚里被帮人轨转 异弱转圈了整整360度 全身被手指牵引 向前流转螺旋坐的圆轴运动 被施加力道的手指 以及被反关节掰转了90度 红肿扭曲看着都痛 这穿这里所用到的 吉祥合计到第三套技巧 三角的变种形 三步入身步伐的同时 后脚跃起 利用身体中线的力量 在四颗的方向 四颗的节奏 同步施力 由任控制对方身体关节流动的漩涡 以缘弧形态切断重心 这是一招 由 圆 完美容可为 可 的极致可气道奥义 而这发奥义 居然把原本贪地的小阿里 整个人甩宽空中 做出如此极度反重力的动作 被完全控制的小阿里 在空中露出悲痛欲绝的表情 可 小阿里额头被甩到树干 发出了七枚散弹的烟鱼叫声 流头人闭眼声音 承受了最有应得的无情痛苦 而这 仅仅只是制裁小三用刑的开端而已 整个手指已经被反派向拍 断了90度以上 有多痛 你现在线上反派自己的手指 就知道啦 小三里原本惊恐万分的脸 红斗转向 被大幅度旋动抽转 最后全身以手臂为轴心 向前反动力反转了180度 天旋地转斑 如意识被玩弄在鼓掌当中的癞蛤蟆 头部只却拉如粗转热狗般的树干 这东西就最适合理了 叫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而高粗暴头过后 小阿里的头还在死尽的 可拉粗转有罗门 带有锯齿的树干剧烈摩擦 最后整个人坛倒在地 下饿着地 而头承受了全身的重量 与树鼻猛烈撞击 让整条树鼻都被磨掉了 伴随着血迹的流过 还冒出隆隆烟幕 树皮都被磨皮了 头皮只是出了点血 平时怎么锻炼的 我也想学 而就在小阿里想用手撑地起身的时候 随时剥起了手指 再次传来一股震痛 头过血流的小阿里 看着自己引以自豪的手 居然被弄成如此疲软扭曲的模样 不禁有些吃惊 可难以置信 最后甚至还张口殴嘴了 而鲜血不断从她的头上 低落在地上 鲜血养红了小阿里的脸 狗血淋头的牛头人 此时此刻怒气冲灌 愤怒如血液沸腾般 要冲出这位暴躁老哥的类型 我爱绿 爱嫂子 爱强壮 可我还是个羽雅纯真 高颜值的男孩子啊 鸭吉尔 噢 也把唇带破延地直接 踢爆了这个黑毛的头 头部暂时被捅到粗糙的树干当中 那本来被打歪位于的臂梁 又你是被垂平了 四川露目真林的抬起一脚 使劲用力踩爆这个死人头 不想让他干什么东西 而死人头张牙鹿子 享受着斗篇最喜欢的把气 叫你抢吻别人女朋友啊 活该 而不经意暴露那可爱粉色小泪泪的四川 揣着嘴说道 现在可是在决斗啊 小老弟 别再发呆了 杂逼 而驴头人这一颗咬牙切齿 使劲喷喊着 小阿里疯狗黑豆瓣 用力转过头来 张口咆哮着是要遇血奋战到底 而射传马上收腿夹夸 滑鸡调皮的呕了一声 来了 小阿里马上转个身来调整架势 不要转被推送左肩 在赛攻凑上的左手急速挥动 而就在这番为人行权的攻击 准备击击击击射刷头部的瞬间 对啊 一只手托起了小阿里的下额 本来已经足够惊悚 头破血流的脸蛋 再一次被毛骨熊羊的恐惧 和不安所自配 怎么回事 射传一般反击三推手 直接把小阿里推上云天 完全被台字悬空了 肌腰护顶之下 射传身体曲由悲艳 飘落由云 小阿里身体四肢僵硬而奔紧 射传全程 都以极为柔软绵密的姿态 把力道引导至无威胁后 吸收力道而跨作为自己的力道而反击 脚尖 脚块 膝盖 腰部 手臂 五点一致的有效流畅疏长 在夸家的四毫肩推力而出 以克服横重变化的姿势 调克自己的气 还咬乱对方的气来击倒对手 而小阿里刚刚的攻击 是被露气冲晕头脑后 用蛮力摆脱踩头后再快速反击 全程由放松的状态脱力奔紧加速 在出击的瞬间 全身关节和肌肉必然会进入最硬直的状态 而射传就是看准了 这个状态出现了刹那反击 利用最硬的瞬间借力打力 以游客钢 军群结合二人整体之力受于敌身 这两人在这一刻 展示出两种完全相反的发力模式 而这招三推手 也是射传常用的招式 在之前对战杰克犯马 和流龙关也有用到 小阿里头部被顶抱赞扬 捆飞莫赞不断欧穴 而转世之间 射传五指用力抓紧小阿里的脸颊和额头 手指都抓现了让皮肤变形了 抓住后再次用力下压 小阿里还没从三推手带来的老生蛋当中 亏不过来 啊 小阿里脸部被一手按压在地 头部有两米波的空中 一下子被垂入到地上 西顶八部四角交叉 头部落地的地方噴出了很多梨块 肩部以下的身体还未触地 这算下压了同时身体早就离地悬空了 小阿里头部完全承受两人重力加速度的冲击 这次一发利用两人体重 同时破坏重心 完美残阳科技道理练的招式 小阿里老部暂时受到强烈的震荡 整个人惊恐万分 完全断片了 但是由于被垂入的地方是草地 他所受的伤害并非致命伤 但是就在他抬头 是要起身的瞬间 他被眼前的荧幕吓住了 一个鬼转异性的柳驱生物 居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都是由于老震荡影响视觉神经导致的 这只矿兽一直温柔地喊道 小老弟 你怎么回事 雪川再次施展熟练的矿兽后再说道 这下可不得了咯 小阿里瞳孔收缩 大吃一惊 那只刚刚被折断的手指 再一次被狠狠握住了 他这是要顾忌从事了吗 小阿里瞬间又跳心筋 毛发尽数 他知道接下来等待他的 这只只酸针般的酷刑折磨 而这三圈露出了 与这惊恐万传表情相反的笑容 青瓜路犯的痴笑着 嘿嘿 手指被爱的茉莉转圈圈 再一次被大幅度流转而过 而本来倒地不举的小阿里马上怂起来了 垫起脚尖被初见犯的疼痛弹不而起 全身每个部位都肩挺硬方 大喊救命却是毫无法动弹 而四川却与之相反 全身十分放松和平静 以律师半身之势 一手举高 一手全身 而就在小阿里保受折磨的时间里 四川居然还慢调笑里的左胖右胖 我看看啊 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一样 终于看到了几根粗壮的黑黑树棒 十分可视 嘿嘿 两人手牵了手 再算马上反抖流转 紧抓手指关节转圈 一行 小阿里整个悠悠大幅度侧转而轻 狂张了残忍未死的大口 不断传来失心裂飞了鱼叫声 却脸撞爆树干迎面破碎 你别乱丢垃圾啊 保护自然仍然有责啊 手指再度被扯都掳出血了 远处翻白玩快战事前冲 小阿里平时正中被汉人砸在树干当中 骨碎右抱冠穿了头骨 痛苦好比接受困形灵质 苦不堪言 肯定很痛 动牛人射窗还在寻找更粗更好死的刑具 找到了 上皮手指后再下压 起层转格 脸垂地面过后 又转脸 又打脸 老子今天一垂一个牛头人 比垃圾还不由了小阿里 如同一个肮脏无愧的黑色塑料袋 被人轻了一举的玩弄解气 却无法逃脱自己粪土一样的命运 此几下痛快淋漓的敲打 让一颗颗挺拔的大树不断摇摆 傻叶漫天 之后这个连迈的猎牛战士 终于舍得停下他无情的铁手 当时气喘吁吁了他 仍然没放开那根东西 去抓另外一根啊 而被打到血又磨骨的牛头人 被人凌略如弄得 似乎要呕血毙命了 如果不是手刚好卡在树叉中 他早就倒地不起了 血又横飞得 把本来洁白的衣服染红 本来又黑的裤子沾污 我一度怀疑他是被砸得碰死了 血流成渠 经济外涩 隆隆的真剂和粘稠的血液 都能证明干干的撕裂 有多用心用力 谢谢了 就算不入骨西之连 但憎恨NTR的心 是不会减弱的 为力点赞 射传十分坚持自己的信念没有放手 而被抓的手指关节 早就血气斑斑 指关节和子骨 肯定早就脱臼分离了 经过如此剧烈的拉扯和摆动 手指都没有断掉 这算是奇迹了 平常的手指有骨头 皮肤和手指肌肉联系着 不会轻易脱落 不过 一旦进截子骨 和长骨头脱臼 手指和长骨之间就十分脆弱 只有指身和指浅趋肌剑 剑柳 血管神经和皮肤 这些极为脆弱的组织结构 来维持手指连接 而承受的这种带有体重和惯性的摆动 都没有整根脱落 就只能这样推断 因为小阿里是个拳击手 经常锻炼拳头和手指 他比一般人有更发达的手指肌肉 足以支持他在这种情况下还没断掉 手指其实真的是十分脆弱 一旦脱离整体 完全不堪一击 而这里小阿里的皮肤血管和肌肉 肯定已经被尸臣拉断了 才会出现如此大的出血 看着落到如此下肠的小阿里 色川一脸爽爆的说道 怎么了小弟弟 要再玩一下吗 而生六股碎的绝望 早就终止了这头畜生的所有感官了 痛苦 让这个狗血淋头的渣男完全休克了 色川看着毫无反应的小阿里 不禁有些心愧和感慨 自己居然能把如此邋遢的废物 修理得如此美艳 可富有艺术气息 不愧是被称为近代武学最高峰的男人 最后 色川终于肯松开 那根污溃丝搭 沾满体液的手指 缓缓转身穿衣就走 后愧有期了 小尼哥 而这时 恶肘的小阿里倒在地上 血在累累的他满脸莫挫 血在终究要血缠 玩最极致的刺激 就能得到最纯粹的享受 干最贱的事 就要挨最毒的打 理当如此 每个牛头人 都终究会落到如此下场